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飞鸡腿 我是一名滑雪教练 我这一整个冬天都会在滑雪场 跟喜欢冰雪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度过 那我们一会儿三点再见 今年这过年不是赶上咱们北京冬奥会了吗 真是举全家资历 上下老小 全到滑雪场来体验一下 各家看完比赛 到这儿来就来比了 我这课上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 这孩子们来了就问 腿哥呀 你看眼镜的滑的 瘦一下的老快了 我爸说比他开车多快 你能滑多快呀 你们给我来一个呗 看看有没有电视上的滑的快 我说 我有没有电视上滑的快 我不知道 那你就让我这么来一下呢 那就是120能跑多快 我到医院就有多快 我们今天都都特别特别好 虽然说天有点冷 但是你后任基本上都没问题了 包括你 对不对 先抢到晚上就有奖励 一 二 一 二 三 又有孩子说 腿哥你看眼镜 滑瘦一滑 完事一下就飞起来 在空中跟头把尸的 咔咔一段转 你能不能教我那个 我想问他 你几年底了 他说我二年底 我说二年底好啊 那应该先学好数理化呀 你先算一算 360度乘以5加上2分之360等于多少 我看他眼神有点猛 我趁他没反应过来呢 我就告诉他 你先算啊 等你算明白了 我再教你 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看完奥运会 看到中国选手夺得奖牌之后 大家兴奋的心情 但滑雪毕竟是一项极限运动 所以说不要冒险 打好基础 循序渐进 让滑雪安全快乐的 陪你度过一整个冬天